副总统军人年改抗议升级要怎么办 军人年金改革是下一波年改重点 副总统陈建仁听到却笑而不答 陈建仁和退辅会主委李翔中 15号上午双双出席荣总大德安宁病房 20周年庆祝活动 李翔中被问到军人年改进度 同样闪避不答 但其实陈建仁11号已经召集立委广泛讨论 表示要建立新式军人退伍奉纪制度 但现场仍直就安宁照顾发表谈话 品质是很重要 所以健保的警部怎么样在居家照顾 在住院的安宁照顾当中 能够提升照顾的品质 这件事情我也希望卫福部未来 能够再继续的努力 使这个居家安宁照顾 或者住院的安宁照顾 甚至急诊的安宁照顾 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品质的保证